而防动战战的俄罗斯总统普钦 周二访问了伊朗 他分别跟伊朗和土耳其的领袖进行峰会 媒体捕捉到普钦下飞机的时候 明显有跛脚的状况 因此各界再度怀疑他的健康出了问题 普钦跟伊朗最高领导人哈米尼竞灭 那么伊朗是少数表态 支持普钦入侵乌克兰的国家 这两国都受到西方制裁 所以同病相连之下 关系靠得很近 俄国跟伊朗签约 在能源和经济上将会互相合作 而普钦也跟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会面 不过埃尔多安好像是刻意迟到 要让普钦尴尬苦等 一般的分析是因为土耳其总统 针对俄罗斯采取了这种姿态上的报复举动 俄罗斯总统普钦周二访问伊朗 这是俄乌开战以来 普钦第二次出访 他分别与伊朗和土耳其领袖进行会谈 普钦在德黑兰布下飞机时 明显有跛脚的状况 也令外界再度关注他的健康问题 普钦此行先与伊朗最高领导人哈米尼会面 俄军入侵乌克兰 在国际踏伐声中 伊朗是少数表态支持普钦的国家 加上伊朗和俄国都受西方制裁 两国同病相连 现在关系更加靠近 普钦会后宣布俄罗斯天然气公司 与伊朗签署 四百亿美金的合约 将协助伊朗建设天然气油田 另外俄罗斯有意向伊朗购买战斗型无人机 不过普钦没有在会面中公开提及 普钦随后也与土耳其总统爱尔多安会面 不过普钦到达会场后 爱尔多安却没有现身 普钦站在场中干等 表情显得尴尬 约一分钟之后 爱尔多安才姗姗来迟 让来访元首等待 有时甚至超过一个小时 向来是普钦的外交恶习 这次他总算尝到等待的滋味 媒体分析 这应该是爱尔多安回敬普钦的举动 2020年两人在莫斯科会面时 普钦也让他在会议室外苦等 乌尔冲突引发全球粮食危机 土耳其总统爱尔多安居中协调 俄罗斯终于同意开放港口 让乌克兰数千顿的粮食 从黑海输出到其他国家 普钦也对爱尔多安的帮忙表达感谢 普钦在外交上拉拢盟友进行经济和能源上的合作 在乌克兰的战场上他也计划故技重施 以2014年并吞克里米亚的方式夺取占领的乌克兰领土 欧洲情报显示 俄罗斯还强迫占领区内的乌克兰民众 申请俄罗斯的护照为病吞做准备 另外俄国的势力也渗透到了乌国政府 总统泽伦斯基近日开除了国家安全局局长和检察总长 指控他们所掌管的机构 有60多名通俄的叛国者 遭开除的前检察总长 韦涅纪·克托娃接受CNN专访时表示 他不会批评总统 不过认为这项人事大地震与政治斗争脱不了关系 TVBS新闻总和报道